九大智慧巨人中 凯聚是被严重嘀咕的一位 他不仅有全副武装的身躯 还有一些灵活且实用的能力 将自己大了技能转移 从而避免受到致命伤 正是因为这种能力 莱宝两次死里逃生 成功存活了四季 这一莱宝的顽强 凯聚的形象 也成为所有智慧巨人中最少的 直到尤米尔召唤出智慧巨人兵团 才让我们见识到 极大远古凯聚巨人的形象 1.莱娜 出生在马拉书龙区的莱娜 从小就被洗脑 认为帕拉迪岛是罪恶的根源 是一切奋战的罪魁祸首 因此莱娜从小就一个英雄梦 那就是驱逐帕拉迪岛的恶魔 成为马拉的英雄 莱娜的身世比较特殊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埃亚迪亚人 父亲却是马来人 在他心中 组合一家团聚是埃亚迪亚的身份 只要自己成为战士 那么自己和母亲 就能够成为荣誉马来人 一家人就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怀抱着这个信念 莱娜加入了战士后备队 开始了恶魔般的训练 就成绩而言 出了马来忠诚侧验 莱娜在这些候选人中 一直处于墨流 同情生布尔克 没少对莱娜进行嘲讽 此时的吉克 皮克以及亚妮 很少与莱娜也交集 只有马赛小辈 对莱娜伸出了友谊之手 特别是马赛 虽然出场时间很短 却是许多事情的重要一环 在莱娜的回忆中 也算是非常杰出的一位 统帅筹划能力更是可全可点 在帕岛十组巨人夺取计划中 马赛是私人小分顿的领导者 如果当初马赛能够成功 进入城墙内 历史将改写也说不定 并且对于弟弟布尔克 马赛一种强烈的保护欲 成为智慧巨人后 只有13年的寿命 马赛不想弟弟受到巨人的诅咒 友谊在马来高管面前 说弟弟坏话 从而左右了战士人选的名单 原本最有可能落选的莱娜 莱娜成为马来战士后 他们开始游街 接受民众的祝福 这应该是莱娜 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之一了 成为战士后的莱娜 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父亲 迫不及待 小杨一家团聚的莱娜 急忙找到了父亲 告诉了父亲这个好消息 结果让莱娜没有想到的是 换来的却是父亲 劈头盖领的辱骂 更是无情地宣称 莱娜是自己一生的噩梦 没想到现实如此残酷的莱娜 脸上露出了震惊 悲伤的表情 说起来有点对不住莱娜 虽然莱娜心情悲伤到了极点 但是每次见到莱娜这个表情 我总是忍不住想笑 原谅我 莱娜 回答故事线 莱娜受到父亲的暴击后 马赛也对他进行了意味深长的道歉 结果刚刚到达人生巅峰的莱娜 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四人组赶去帕拉底岛的路上 马赛将全部真相说出 莱娜之所以被选做战士 只是因为自己在背后打小报告 知道真相后的莱娜感觉天塌了 此时 尤米尔却突然冲心在她身后 莱娜被引擎景象直接吓上 丝毫没有反应过来 对于莱娜怀抱愧疚之心的马赛 冲了过来救出了尤米尔口下的莱娜 自己则被尤米尔吃掉 这里有个细节 就是马赛直接被尤米尔咬成了两半 还没进肚子就直接便当了 这也是为何艾伦被吃掉能够变身 马赛不能变身的根本 由于失去领导者 安道尼始组夺取计划 应该被迫取消 莱娜担心回去被怪罪 被剥夺战士的身份 英雄梦也随着泡汤 众多情绪压抑之下 莱娜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竟然锁喉了山城格斗的压力 直接迫使压力 答应地继续行动的要求 也就是在这一天 莱娜撞碎了玛丽亚之墙的大门 我还记得当初看巨人第一季 凯具出场是毕格拉曼 霸气形象给我幼小的心灵 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唯一都认为 凯具会是动漫最终boss 如今回过头来看 这只霸气巨人背后 实际上只是一位小孩 这种反差 还是充满戏剧性 作为我们最熟悉的凯具巨人 莱娜变身后的巨人 身高15米 全身都被硬质化凯甲所包裹 特别是巨人的弱点后劲 莱娜的凯具有着两块隆脊 进行的特别加固 一般刀人根本无法对他 造成实际性的伤害 直到雷枪的诞生 霸道采拥有了 这些灵活的能力 比如 对手指进行特殊硬质化 攀爬玛丽娅之强 将自己大佬技能转移 从而避免被揭杀 还有就是控制凯甲的玻璃 从而调控凯具的灵活性 在与艾伦进行战斗时 莱娜就使用过凯具这个能力 正是因为凯具的这些属性 使得莱娜有着小强般的生命力 根本没有其他凯具人出场的机会 我们甚至连上任凯具的宿主是谁 都不知道 不过 在《作宗角》账片当中 尤米尔一口气召唤的智慧巨人大军 至少出现了五位凯具巨人 接下来 我们就从他们的形象 以及出手的表现 分析一下这些远古凯具吧 二 石头人凯具 巨人135化 在尤米尔召唤远古巨人兵团 在众多智慧巨人中 一位石头人凯具 非常鲜艳 就造型来说 与神奇世侠中的石头人 有着很高的相似度 就铠甲的覆盖度来说 石头具甚至超越了莱娜的凯具 身上几乎每一顿肌肤 都被坚硬的石头所包裹 由于组成铠甲的每块石头 体积都很小 连观点处都被保护 像米尔召 灵活性更具优势 只是不知道 这些石头组成的铠甲 防御效果究竟融合 二 爆摔铠具 这只铠具看起来像坚守的运动员 扑到压力的动作 非常像橄榄球里的爆摔 与莱娜一样 这只铠具保留着自己的发型 只不过发量有点开忧 三 头盔铠具 这只铠具在头上戴着头盔 能够很好起到保护脑袋的作用 顺带将后颈部分保护了起来 想要接近它后颈的弱点 难度将会大幅增高 如果要说这只铠具 唯一的缺点 就是脸几乎完全冷落在外 没有任何防御 四 无名铠具 就整体铠具来说 这只铠具与莱娜有着很高的相似度 在三里寻找二敏的过程中 遇到过这只铠具的阻挡 当时三里的刀刃 被这只铠具的铠甲所折断 但是如果仔细对比与其他铠具 这只铠具的防御力算不上出色 压力紧披一脚 就将它脑袋给踢飞了 压力的脚却没怎么受伤 除了以上提到的四只铠具人 还有几只一闪而过的铠具 这里就只简单的讲识一下了 可以看到这些铠具 在铠甲形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铠甲包裹与冷落的地方 也完全不同 一些铠具比较寒碜 只能四只都没有被铠甲覆盖 好了 这些铠具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慧儿 如果还有想了解的巨人专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之后我会出视频进行解答 下期视频再见